- 歡迎收看A100前明開獎,我們可以看到今天立法院提出了八點馬昂九,結果在程序委員會被封殺,可是這兩天最熱鬧的就是 蔡英文跟馬昂九一起選總統的蔡英文他也出手了,他認為說馬昂九你做了這些事情,可能你要成為台灣的亂言 他說這是我對你的一個真言,那講了這樣的話,其實對馬昂九來講,一個三個月前才輸給他的對手 講了這樣的,會讓很多人覺得說,是不是真的我們投錯票了,應該投蔡英文啊,怎麼投給馬昂九呢,我們先來看這個畫面 罷免第一任馬總統綠營一吐怨慶,蔡英文也跟著來嗆馬 在官方網站,寫給馬總統一封公開信,話很重 批評馬政府對遍地烽火民怨,置若網文,因應失措 卻馬總統有如拖張野馬的連任總統直言未來四年,台灣有可能陷入民主獨裁危機 總統啊,常常用一種政治的思考,甚至於是一種鬥爭的心態,來看這個在野黨的建言 所以,我是覺得,總統不妨把這個信,再平信忌起的看一次,這是一個非常誠懇的一封信 信中,字字強烈,還呼籲馬總統不要讓自己成為亂源 而批馬前一天,蔡英文也上電視專訪,連日動作頻繁,是不是在為2016鋪路做準備 蔡英文不提四年後,先維持高度強力,監督馬政府 另外歷經十年,中日韓FTA談判終於跨出重要的一步 三方正式簽署投資協議,讓東美亞變成一個自由貿易區 但換句話來說,等於台灣被排除在外,不只衝擊極大,還面臨重大警訊 距離520只剩下短短五天,馬總統即將就職 但目前面臨的外有國際競爭,內有政治紛擾 馬總統的第二任,真的準備好了嗎? 蔡英文為什麼跟記者講說你們溝度解讀了 因為記者問他的前一天,他接受電視台訪問 他說,我希望自己成為2016年的一個選項 就是說,2016當然大家知道他的解釋意就是2016要選總統 那成為自己的選項,當然記者就會這樣問他 但是我們看,他說馬上有連任,威權體制復必,民主的獨裁 追根究底,一些問題的根源是來自一個自是沒有嫌棘壓力 獨斷結形,有如脫江野馬的連任總統 喜喜多多人民,心中已生出莫名的恐懼 一個對權力極度傲慢,濫用權力的總統 未來四年可能走向威權體制復必 讓台灣陷入民主獨裁的危機 這個是他,他叫馬上九說好好看這封信 對你是有幫助的 蔡英文他說他的說法是 他裡面的內容是非常的誠懇的 可是如果你要一個給很誠懇的 比如說我今天董哥給你一封信 我說你不要獨斷覺醒 我說你不要濫用權力 我說你有威權體制復必 我說你有民主獨裁 這樣你會覺得聽起來是很誠懇嗎 我說你已經是亂言 你會聽起來很誠懇嗎 所以我想說一個勸戒人的信 一定是什麼樣,和風細語 溫緣軟語,把問題找成很誠懇的 不會用字牆內,句句扣帽子 如果這樣子很顯然 就不是在一個勸戒的一個賤人的信 是一個什麼,公開批判的信 公開批判就蔡英文他的這種 政治對立與立場的角度 也名字社會裡面 也沒有什麼好意料之外了 可是問題是說他在這個時間點 什麼時間點,520之前 在民進黨黨主席的選舉之前 他雖然提到說 2016不是人民關切的問題 可是我記得 那麼多好幾個人在參選民進黨黨主席 好像除了蘇貞昌以外 其他人都滿挺蔡英文 要選2016年黨主席 總統 總統,講錯了 所以表示說 連他們要選黨主席 都很關切2016的問題 那是他們的問題 不是我們人民的問題 那我要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說 會不會 可能我個人的猜想 蔡英文 只是想要借用批判馬英九 來表示說 他在民進黨裡面 還是有很重要的選項 來凸顯出說 他能夠上媒體的頭版 特別是水果日報 整篇頭版 如果他沒有批判馬英九 如果他來批判我蔡正元 會上水果日報頭版嗎 不會的嘛 所以馬英九對蔡英文來講 是一個非常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 以批判來造成 製造他個人的聲勢 那麼來配合民進黨 黨主席的選舉 甚至於是能夠掌控一份的名利 那我要提 就是說 比如說剛剛台臉朋友提 他說為什麼要報名馬英九呢 因為馬英九大概有兩類問題 第一個違背憲法 第二個政策錯誤 那違背憲法 我要特別跟徐委員報告 他每一個政策 油電也好 美牛也好也好 基本上都有一個國民 所謂五人匯報在討論問題 陳中都在做 每個問題都討論過 絕對沒有說把陳中 衝到馬桶裡面去 是把陳中 衝到五人小組裡面來 因為本來陳中 沒有當行政院長 之前沒有在五人小組裡面 衝到裡面 所以都討論過了 雖然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馬總統決定說 這麼處理著 陳中也繼續去執行 所以絕對沒有所謂的 跨過行政院長的問題 至於人事的問題 本來我們憲法規定很清楚 人事就是要兩個人都同意才會用 就是請隊長提名 總統怎麼樣 准許 所以兩個人要有共識的人選 才會當為部會首長 如果兩個有一個反對 這樣就不可能 所以我想這個東西 所謂違反憲法 沒有具體的證據 再來政策錯誤 有沒有這麼嚴重 當然有很多人不開心 電價漲了 我曾經辦開玩笑的 跟上頭開玩笑說 我們的民主社會很簡單 你從老百姓口袋裡面 要個一毛兩毛出來 老百姓當然會不高興 如果你現在有錢發消費券 每個發個三千五千的話 包括民進黨的立法會都會去領 每個人很開心 這是正常的事情 只是你一下子把它擠這麼多 但這個是什麼 這也談不上政策錯誤 你說正守稅 民進黨不是也要準備提個版本嗎 是正守稅的版本 那郵電雙長 這是在批判說台電有虧損 台電有問題 都是李登輝時代 跟陳水扁時代 所造成的後遺症 只是馬英九 後來沒有去好好的去怎麼樣 把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把它掃清 這變成它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還要物歸原點 政策錯誤 沒有錯誤到可以罷免的地步 這個所謂違反憲法 也沒有如你所講的事實的存在 對啊 但是我們可以看 因為520前夕 蔡英文出手 民國87年 陳水扁台北市長要尋求連任 那時候各方一直 國民黨一直推 推不到人 後來找到馬英九 馬英九出來了 新聞界有人就寫了 一本書把它做兩本 這本書你看這一遍 它叫做該出手就出手 就馬英九宣布參選 反過來這一遍 也可以用賴面來讀 叫做該出馬就出馬 所以有出手的也有出馬的 可是蔡英文這個時候 又出手又出馬 漂亮吧 董哥你跳過一段是 馬英九答應出來選之前 他講了幾遍說他不選 不知道他講幾遍 一百零五倍 一百零五倍 這算不錯了 董哥剛剛提到三個媒體 我來跟大家介紹有一個媒體 叫三立 他有一個主播今天在講說 國民黨立委強硬封殺 霸馬的提案 我說強硬封殺 大家看到畫面 那幾個國民黨立委坐在那邊 慵懶的舉手指 就吳俞森在那邊 沒有對手 都跑光了 這樣叫強硬封殺 民進黨 台連跟前民黨的禮異就 你就離席了 你就說退席抗議也可以 幹嘛講國民黨 強 國民黨沒有強硬封殺 是民進黨 我說實在話 就是做一個政治動作 我剛剛許中興委員還沒來之前 我說民進黨可能會鬧四年亂四年 剛剛許委員講的我都沒有意見 那我不要講亂或是鬧 我說抗爭四年 大家可以從許中興委員的那個 可見一二 他們在黨要這樣做 我沒有說不好 但是你們就決定這麼做 那我講一下這個小英 因為小英最近的動作 如同我們剛剛SOT跟她說 接受專訪 公開信 什麼臉書等等 這樣子的動作 就我個人也 我要跟觀眾朋友報告說 表示我一月十四要投的 沒有投錯 因為蔡英文現在這個動作 讓我覺得說 我投給馬英九是對的 如果今天蔡英文不是這樣子 如果今天蔡英文說 好 那我就輸了 好 那我就在我的蔡英文辦公室 你們要抗議 你們要罷免什麼 我都不參加 反正我輸了 維持我的風度 那如果他能夠提出具體的建言 我必須呼應蔡政院委員 剛剛提到說 蘋果日報把這個東西做A1 我要跟馬維銘講說 你是嚴重的誤判 董哥 那個信我們 其實我們 那個臉書我們都有 有 你裡面是在聲聲 信用詞 不是 我就是空心菜 我看到這一段也空心菜 我看不出來到底問題在哪裡 剛剛邱毅講說 330度台電 為什麼又說可以 你知道調成330度 台電今天要虧多少嗎 虧722億 董哥如果你選我 電價我降價 大家投火吧 趕快寫信到TVBS來連署 我降價 我一定完民粹 如果蔡英文當選的話 因為他 他如果這次當選 他2016要連任 他電價可能就不動 那如果再卑劣點說 那我來降價 我有也降價 你怎麼樣 國庫買單 全民買單 那今天做這個事情有什麼不對 我實在看不懂 連違憲都 郵電雙場會違憲 那不得了 那台電中有通通關起來 這不是這樣 所以我說 蔡英文當選會不會比較好 我認為不會 他還是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那蔡英文今天做這樣的動作 我認為2016其實對他來講不是選項 而會越來越遠 2016 2016 他如果 民進黨現在有五個人在選黨主席 應該先發誓 就是說 以後民進黨在執政的話 油電就降為現在 我們就以現在為基礎 民進黨那時候 油是28塊 電是2塊6 只要民進黨當選全部退回來 政所稅完全不課針 全部退還你們 就是說表示公道 美牛全部丟完美國人 就是要簽署 很好啊 這個就可以獲得選民了 可是 蔡英文說 馬上就是民主獨裁 文家 民主獨裁 我覺得蔡主席嚴重了 他是倫敦政經學院畢業的 他受的訓練不應該講這個話 民主國家有沒有民主獨裁危機 有 但是台灣目前的危機是民粹獨大的危機 我要提醒一下許忠信委員 台聯過去長期以台灣的所謂庶民階層的代言人 自豪自居 可是您剛才對油電以及正所稅 包括美牛等等的簡單的政策說明 凸顯你是公然違背 你黨所承諾的階級屬性 在台灣這個民主社會 談階級屬性 不很健康 很像我在刻意挑動什麼樣 可是每一個政黨都不能忘記 你的階級屬性 就是你所有政治動員的原始力量 油電長不是長 不是去找那些庶民階層的麻煩 而是追求一個更公平合理的能源效率 以及在這個效率之上 我們整體國家公共性的體現 這個公共性不是為富人 就是為你那些最底層的支持者 那些勞動階級的朋友們所要奮鬥的 嘴巴很像在幫他們伸張正義 可是結果反而在剝削 他們長期以來努力辛苦 為這國家奉獻了一些果實 我覺得這是台聯 讓我覺得很沒有辦法理解的地方 我提醒台灣的朋友們 每一次選舉選人不是重點 真的要選政策 可是政策不好選 因為政策常常因為你的立場的僵化 你的判斷的慣性 或是因為你的既得利益 往往什麼 你會把好的政策給淘汰掉 要把它扣掉都不能扣掉 我昨天才講過 今天的賬價就是未來的跌價 想遠一點 凡事不要看鼻頭 看遠一點 這是為我們有利的 我要提醒一下蔡英文主席 我們在聽她的話要有一個習慣 說在溝通上最重要的是 不是聽她 要聽她沒有說的地方 她不說的 她也把人說可以罵 但是不說的是什麼 她把馬英九打成共同的敵人 當然有她政治上的高明之處 但更重要的是她塑造 她成為整個泛律陣營什麼 共同的主人 只有我這個主人才可以幫你們打倒那個敵人 但是這樣子的定位方法不健康 因為台灣的政治還是在對立 期許兩位通通都是法學博士的未來 現任的國家領導人 拿出一點眼光 講出一點真心話 我們渴望的是這個 其實我們現在的店價的漲的 油價已經連跌五個禮拜了 六個禮拜了 你看現在的波度 那個店價 店價其實一般老百姓被漲的只有三分之一 有三分之二是不漲 那店家有三分之一是沒有被漲到 就是老百姓有三分之二沒被漲到 店家有三分之一沒有被漲到 那我現在到外面去 小吃丹很多人就跟我講 我講東講西 我說你應該不會被漲到吧 他說是這樣嗎 我說對啊 他說好像聽的信息不是這樣 但是我知道的是這樣 蔡英文他說台灣的民主政治嚴重倒退 這是其實是一個蠻大的控訴 為什麼 因為他說因為領導者習慣即興式的決策 事前沒有周詳評估規劃 決策反護 招令矽改 讓人民貿衝一事 造成政府的信任崩壞 更可怕的是心態是什麼呢 為政者面對民意反彈聲浪 不知自我檢討完省 且民信決策文先的手段 計畫片面單向的宣傳包裝可以 代理性的說服溝通 甚至濫用國家資源操弄輿論 沒有那個反對者扭期製造假民意 並毫不掩飾地 致意接入國會運作 讓台灣民主政治嚴重倒退 就是說 就馬上就現在製造假民意 馬上就 原來他現在的2%還是假的 那剩2% 我先呼一下董哥剛剛講的 你知道其實前一陣子 我看到有一個號稱民意調查 就是調查說 上班族 你會不會覺得日子過得越來越苦這樣 然後覺得物價都在上漲 那你覺得你什麼樣的費用支出增加最多 那第一名是伙食費 我覺得也合理 因為現在確實有很多的外吃小吃攤 它是有漲價5塊10塊 大家感受很深刻 你知道第二名是什麼 就去年一年你覺得什麼費用增加最多 第二名居然是水電費耶 我聽了就 我看了之後 可是他煞有介事地公佈了這一份民調啊 那我想許委員也在做啊 去年一年水電費有增加嗎 沒有 應該不會吧 到目前為止 他就煞有介事的 然後很多人還選擇了水電費這一項說 去年一年漲很多 就 所以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民眾有時候他可能是情緒的表達或什麼 可是事實跟情緒 其實是有的時候 這個就叫操縱議論啊 好接著就要過來講 蔡英文所有的動作都叫做政治動作 我不會講說他政客 但他覺得是一個政治人物 他再已經不是一個專業人士 他過去是披著一個專業人士的外套 出來的 可是你現在看他 從接受電視專訪 他的重點是說 我要保持自己成為人民的選項 接著 不管是針對馬英九開始發表公開信 其實你仔細去看他這一封公開信 就是一堆形容詞 威權體制復辟啦 獨斷覺醒啦 權力極度傲慢啦 濫用權力啦 操弄輿論 哇馬英九現在居然能夠操弄輿論 這也是讓我覺得非常奇蹟的一件事情 但無論如何這一些都是形容詞 坦白說今天蔡英文換作是你面對這個現象的時候 你曾經是一個很有可能接近那個總統那個位置的人 你會做什麼呢 你不要忘了你要推非核家園 當你要推非核家園的時候 核一核二核三所發的電一度是七角 所以可以壓低很多的發電 可是當你要非核家園的時候 電費又應該如何的去處理呢 所以他再一次的讓我很肯定的知道 他就是空心菜 所以這一點我其實蠻感動的 就花了那麼大的力氣讓我證明他是空心菜 可是再回過頭來 你們採訪蔡英文的那一個地點是什麼點 是新北市黨部主委的選舉 就民進黨他們現在在選各地的黨部主委 所以他其實接受電視專訪講的是政治語言 發表公開信做的是政治動作 接著出現的也是政治場合 他就是一個要保持自己在2016年之前 不斷出現的一個政治人物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我們對他期待也不必太深 對啊但是因為現在人民很難免去問說 那如果蔡英文你當總統 碰到這些油電你要怎麼處理 這是很實際的問題 因為民進黨2016年也很可能執政 也是會碰到這些碰到美牛這些問題 就是說他到時候是真的通通會季節或怎麼樣嗎 董哥我剛才剛去綠豆跟我們一些生意的選民 剛幫他們做了兩個小時的演講 他們共同的心聲是有沒有2016可以選 我們任何一個綠營的領袖 沒有人一個人敢說他現在要去選2016 因為我們的支持者有很大的憂慮 以馬英九現在這種請中油電上漲的情況 企業大量吸請的情況之下 2016可能沒得選 可能沒得選 所以現在我們不要說去講說誰還要出來選2016 我們先保住這個國家再來看有沒有2016 那麼這個國家危機在哪裡 各位我們看在裡面講到那個所謂強硬封殺 那件事情是怎麼回事 我們43個立委我們提出罷免案 不管這個罷免案能不能得到多數的民意的支持 能不能過關 程序委員會他的職長去看一個法案 一個提案是否是立法院的職長 他的程序是否符合規定 他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定 做一個程序上的審核 結果馬英九的國民黨濫用這個程序委員會 就把他阻擋掉了 程序委員會沒有這個權限 他應該是設定議程沒有問題就要讓他到院會來 就要擋掉了 這就是一個民主安全的一個明顯的一個例子 而我們可以看到說馬總統 他做了第二任總統以後 他帶很多決策 以前我們的總統是怎麼樣來決策 國防外交兩岸 這個總統去衝去擴展 那麼內政經濟財政 我們由行政院 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在人事方面 因為財政部長 經濟部長要跟他配合 所以我們要尊重行政院長 讓他挑鬧的人 他的政策 那你做不好 你去向國會負責 我不再跟你背書 所以行政院長跟我們總統之間 我們一個權力的分配 總統會只有國安階層的 才召開國安會 召開國安會的時候 是內閣部會 相關的部會 例如經濟部要加入WTO的時候 經濟部長來報告說這個加入WTO 在國安有什麼問題 總統一開始都不講話的 總統要有一個行 總統不可以亂說話 你做總統 你怎麼可以做最后的才識 一開始你要讓部會部長 甚至這個次長他們專業 去發表意見以後 他再來做最後的才識 當一個總統是找了行政院長 來開一個小組講說 我要怎麼樣的時候 連一個院長都不敢去違背總統的意思 更何況是那一些部長甚至是師長 所以當你總統不尊重這個 憲政體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一個結果出來 外行領導內行 因為你外行 你先用你的這個主觀的想法 先發表意見以後 底下的人要去粉飾你這個太平 要去執行你這個政策 即使你政策是錯的 我也不敢去講也不敢去推翻 那國家就毀了 所以蔡主席就在講這一點 你這個憲政你少數來決定的結果 就是外行領導內行 造成行政院被架空 整個內閣人士是馬英九一所主導 很多政策馬英九親自下指導旗 根本不能夠尊重我們的專業 而我們的專業其實我們的行政院裡面 最讓我們尊重的是這些組長科長 他們真的是一流的專業 你總統不尊重他們意見的話 這些意見不能夠進來 那我們外行領導內行的結果 這個國家當然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所以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說馬英九應該回復到以前金國總統 以前他們的時代 你國民黨中常會 你先去開你們國民黨中常會 形成你國民黨政策以後 你再拿到行政院來 由行政院去形成行政院政策 你尊重你國民黨內的機制 尊重國民黨多數的委員 多數的大佬 讓他們決策體現出國民黨的黨義 那麼國民黨的黨義如果真正是黨義的話 它跟民意的差距應該也不會大 它是畢竟國民黨的精英所決定出來的政策 那你這個總統再把它拿到行政院來 這樣對國家才有意 使下一個人決策的結果 把國民黨優秀的人才也都不用了吧 那這樣對國家是有害的 其實剛剛習委員講 因為我們在蔣經國時代就在當記者 他講的那個時代 我很感覺像在講李登輝 我平良心講 我講真的 我們要怎麼辦 但是 比較像陳水扁 陳水扁更嚴重 但是沒關係 其實因為每個總統有他的風格 那像馬航九現在就是因為他的聲勢 就民調都很低 所以他就是說 當別人在你定最弱的時候 就好像SARS來了 心流感來了 你身體最弱的時候 最容易被人家攻擊 那這個時候 人家提罷免案也是順理成章 然後講出來的這些 就是說你民主倒退或怎麼樣 呼和的人也會很多 我很喜歡跟徐委員 在同台辯論 因為他有 他也是學術中人 所以他講話很有條理 很容易 雙方很容易進行討論 孔子說 十四之內必有忠信如秋子 不如秋子好學 習忠信委員就是這樣 是 沒錯 是這樣的 一有忠信如秋子 今天蔡英文的公開信 匹馬的公開信 那麼得到黎智英高度的青睞 那麼反而 林隆山在自由時報 沒有做一個太大篇幅的報導 蘋果仁寶把他做為一個頭版頭條 而且把蔡英文捧得像一個女皇一樣的高 我是真真的從現在開始才真的了解了 能夠解讀了黎智英的心 知道黎智英對蔡英文是多挺的 可是他們天天修理蔡委員 對啊 沒錯 所以同樣是蔡啊 怎麼他是女的 你是男的 他不會比蔡 那麼剛才徐委員去說明了一大堆就是說 蔡英文為什麼會去有這個 批馬公開信的一些動機 講到馬英九種種的失當啊 我聽了以後有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 台年的精神領袖叫李登輝 台年過去非常支持陳水扁 剛才徐委員所提到的 種種蔡英文看不下去很痛恨 一定要批馬英九寫公開信 種種的行徑 都是李登輝在做的啊 都是陳水扁在做的啊 把行政院長架空 把行政院長帶成執行長 把行政院長隨時衝到馬桶裡去 隨時干預內閣的人士 那不是李登輝跟陳水扁常做的行為嗎 好 那蔡英文 蔡英文身為李登輝的 應該算是關門女弟子啦 那麼是李登輝那時候 國安會的諮詢委員啊 李登輝非常信任 非常寵愛的一個人物啊 蔡英文怎麼待得下去呢 他照講那時候也應該寫公開信 嚴厲的拼李登輝才對啊 蔡英文是陳水扁當總統時期 陸委會的主委 不分區的立委 後來做到行政院的副院長 照講他也應該寫公開信批陳水扁啊 沒有啊 都沒有啊 今天跑出來批馬英九 我認為三個動機啦 第一個動機 在這時候馬英九520上任之前 他用這個動作來代表 2012的總統大選的延長賽開打 第二個 最近民進黨黨主席的選舉 雖然是五個人 但是有一個主角 叫做蘇貞昌 也難蘇貞昌就是2016民進黨 最關鍵的人選的 蔡英文這時候不出來更待何時 他必須這時候出來 集結所謂的反蘇永燦的力量嘛 跟蘇貞昌別苗頭嘛 那第三個 我覺得今天的公開信 批馬的公開信 等於宣布他2016 齊心未死 雄心爭取吧 那也是很好的現象啊 至少很從容的表態 不然真話要講出來啊 對啊 輝文 來 這個報告一下喔 剛剛這個許中興委員 講了很多 教馬總統怎麼當總統 這種事情喔 我以前常幹 可是我現在不幹這種事情 董哥你看喔 你的節目現在到現在一個多小時喔 剛剛是不是有人轉述 國民黨的立委講說 馬英九都遲遲不表態啊 你有沒有聽剛剛許中興委員講什麼 馬英九應該做最後的財事啊 你叫馬英九怎麼辦 有人叫你趕快表態啊 議題出來就要表態說 我是支持還是反對的 有人是說 你讓那些什麼科長 那些專業的人都弄完之後 你再做最後的財事 你叫馬英九怎麼做 不然你來做好了 對 我 你們兩個講得怎麼真的 一個叫他表態 一個叫他做最後的財事 根本就是矛盾的啦 這個我就不談了啦 當然 沒有 各位文他沒有矛盾啦 因為他 許有的人說要聽 國民黨菁英的話 所以應該是我是為的 你講不是對了啦 我一樣反對啦 不會因為你是邱毅啦 剛剛這個 許中興講一句話 我是有點意見啦 其實2008年 我在韜哥的節目 我有轉述過 當時馬英九當選啊 很多綠的朋友 這都可以吊帶子 他們講什麼 說2012沒有選舉啦 對 郭寬敏有沒有講過 對啊 台灣就是中國統領了嘛 許中興委員你記得嗎 郭寬敏有沒有講過 現在跟你講 欸 2016可能也沒有選舉啦 董哥 2016也沒有選舉 我們桌子家是不會說什麼 好 吃肉丹四喔 都不可以拚啊 嗯 2016如果沒有選舉了 台灣沒有民主選舉了 可能要被統一了 可能要被人家侵吞了 我們還坐在這邊幹什麼 嗯 還輪得到台聯來說 欸這樣我們現在要先拚一下 不用你們台南民政黨 這跟國民黨也沒有關係啦 這是那個也真的 我們的民主制度被取代 所有民眾都要站出來啊 還輪到你們這些政黨 這些人在那邊吆喝嗎 不要再來 那如果真的沒有 如果許中興一語呈成說 2016真的沒選舉 那就另當別論啦 可是我要跟大家強調說 2008他們也玩過同樣的把戲啊 結果2012選了沒 已經選完了 不過我這邊這個Follow一下 因為我剛剛聽到 第一段這個習委員講的話 其實我心裡感慨很深啦 我不是要去反駁習委員 你可以有這樣子的想法沒關係 可是他後面接著就講說 你郵電山長把廠商通通都逼出去 這種請中的做法 請注意喔 在過去這四年 我們其實一再批判馬英九的是 你兩岸政策小心意義成這個樣子 你沒辦法讓全民直接受賄 所以我們現在對於大陸的出口 一直保持在三層 就馬英九接任的時候是三層 到現在還是三層 就不敢增加啊 陳水扁時代的時候 從一層多一直增加到三層 然後現在就一直維持在三層 馬英九對此詹詹自喜說 我們維持住喔 我們沒有全部都依賴中國大陸喔 結果是什麼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勢戰率 遠遠落後 遠遠的 開始不斷的往下掉 現在已經被韓國都追上了 這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嗎 所以我也必須要講喔 就是說 馬總統不管你怎麼做 你在兩岸上面那麼小心翼翼 然後這個也不敢開放 那個也不敢開放 我們有競爭力的產業 這個也不敢 那個也不敢 結果人家還是說你請眾賣台啊 你如果不做出一點成績 讓民眾全部受惠的話 你這個請眾賣台的帽子 反正是摘不掉了 你就好好做 讓民眾受惠最重要 對啊 如果超過三層 那就是四層啊 先想四層 就會被修理啊 我跟你講就會 你看你的政績就比阿扁過去多 所以你就像中國群邪 政績在這裡嘛 就是這樣 所以 過去喔 因為我跑陳水扁新聞也跑很久 阿扁那時候當總統 那我在電視上也常常有評論 他就找我們一個共同的好朋友 就跑來找我 就說哎呀 你不知道啊 我現在這個總統做得這麼辛苦 他說我在總統府每天會碰到很多人 每個人都跑過來教我要怎麼當總統 他說你在講的我都有在聽啊 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你講的那樣啊 知道嗎 回文 每個人來找我都在教我怎麼當總統 而且阿扁還隱隱約約講 最喜歡教他當總統的人就叫顧寬明 很辛苦的啦 等一下回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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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入主CRV 免費升級Modulo原廠限量空力套件 分期零利率輕鬆入主 再享五年無限里程全車保固 你們懂我從來自各方圈根 德加三堆入主 馬上終於繼續拍攝 看一下 起起起起起起 起到一路起到一路 喝大醉大醉 手心伸手的 快清爽了 青岛啤酒 不要再收了 奶奶的这一跤啊 真是把全家都吓坏了 只要一说到 换个有电梯的房子 不要 永庆的小张 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就拜托你帮我们找房子 是 这个小张嘴上说是 却每天跑来医院找奶奶 或是常用奶奶家跑 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奶奶出院那天啊 竟然愿意跟小张去看房子 这是我家啊 原来奶奶不肯搬的不是房子 而是他一生的回忆 家的托付用心守护 永庆房仲事业 518人力银行 找人又快又便宜 企业真材 现在买再送一个月 找人每个月只要1300 快上网搜寻518 嗨 大家好 我们是苏打绿 谢谢大家陪我们一起走过 台北小巨蛋 8月18号高雄巨蛋加盐茶 一定要来哦 退休后 你的活力也退休了吗 保持活力 我就是喝 克宁康星配方 它含有澳美加和高盖 美国心脏协会推荐 澳美加饮食 有益健康 天天喝 克宁康星配方 给你健康好活力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卖北宗第五元素号最新科幻动作巨线 5月18天外封锁线 您有痔疮困扰吗 科美诊所关心您 卖北宗第五元素号最新科幻动作巨线 5月18天外封锁线 政府三阶段调整电价后 全台有三分之二家庭用户 及三十万户的小商家 每月用电量在三百三十度以内 不会受到影响 养成省电节能好习惯 负担自然少 经济环保都顾到 看得深入 才能透视契机 富达亚洲高收益基金 富达东南亚基金 富达东协基金 以得奖实力 助您掌握高成长力 亚洲首选 首选富达 Fidelity富达 0800-009911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影响月公开说明书 我们可以看到蔡英文 这两天出手了 而且 她除了写给马航九的公开信 今天也接受一家媒体采访 然后讲了非常多 她说现在的马航九 让台湾的民主 严重的倒推 因为马航九 滥用国家的职业 操弄 疑论 无论反对者 扭曲制造假云役 并毫不掩饰地 致意介入国会运作 让台湾民主政治 严重倒退 如果 像这些指控的话 其实马航九就是让台湾的整个民主 整个议论都完全的倒退 那 蔡英文在马航九就职前 民进党 选党主席前 他做了这番的出手 那其实应该想必有他的生意 温家 当然有 我们刚才提到说 他希望形塑 他成为泛律阵营的所谓 未来的共同的主人 这个企图心应该是很清楚的 只不过不是蔡主席 蔡前主席说了算 民进党里面反蔡 的确也有一定程度的实力 只不过这种所谓挺蔡跟反蔡 会让民进党 真正的所谓内造改革 还是变成空耗 空虚一场 那这个对国家长远的发展来讲 还是一个实质的损失 要有好的国民党 更要有好的民进党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蔡主席 您对马总统的很多指教 我觉得马总统 还是要维持一个民主 国家领导人的风范 要认真的倾听 检讨看看 有没有蔡主席 对您这些指控的实质层面存在 但是蔡主席 你也不要忘记 民主政治有个基本运作原则 叫做多数治理 责任政治 跟定期改选 老百姓心中都在记账 今天国民党当家 就让他去当家 我看你怎么做 我要你负起你当家的责任 最后我用定期的选举来决定 是不是继续让你留任 蔡主席不用太急 在野党不必过分干涉 执政党的内部运作 重要是在野党 你能不能够体现一个忠诚反对党的公共以及宪政价值 对啊 不管你急不急都要等四年后 这是没办法 但是这四年之内你要做很多部署 就说如果有新2016 那在民进党的部署里面 首先你要取得到党内的 不管是党主席 或者党主席是你的人马 这是很必然的 2012年谢唐廷输了以后 苏贞昌部署他的人马 蔡英文去当党主席 可是没想到蔡英文最后是来跟他选 党内出现还打败了苏贞昌 这个是想不到了 但是每个人都不能活论 就是你在党内的党主席掀起什么 你这次要先部署 对董哥你说这个蔡英文出手 其实今天李登辉也出手 李登辉跑去接受邮台的专访 李登辉当然讲很多废话 他说台电应该拆成六个公司 就是阿扁当了八年 李登辉当十二年 你为什么不把台电拆一拆 然后李登会去暗讽说 马英九刚在做皇帝 我跟大家讲 如果马英九真的当皇帝 在座因为都劈过马 董哥最喜欢劈马 早就都砍头了 皇帝会让你讲两句 早就死光光了 不要在那边讲有的没有的 我讲一下蔡英文跟宋楚瑜 还有马总统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他们在总统大选第一次辩论的时候 说我当选 邀请你们两位 朝野会谈 三个都讲一样的话 结果现在呢 选前变动不是讲了吗 结果当选有一个人 一定有一个人当选 一定有两个人落选 那现在找你们谈 我没空 我卸任了 我已经辞职负责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我请大家观察一个点 礼拜天520 总统就职 我问你小英会不会去 董哥这个打赌就没意思了 会不会被观众朋友笑 他一定不会去 对 那我问你那代表是什么 我给你的是祝福还是抗议 如果今天蔡英文风度够 听到我的劝告说 那我跟总统府联络一下 我一个贵宾证 我做第一排 我以民进党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落选人的身份也没关系 我给你祝福 那蔡英文2016就有希望了 好 那个格局就出来了嘛 那蔡英文如果说 那我选择说 台南的中街头 那我头绑白布条 我也跟你们去走街头 你的格局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说 这个问题当然要叫马总统去解决 蓝绿恶斗二十几年来的乘客 是有点难啊 我坦白讲是有点难 可是如果蔡英文这时候先说 啊 那我不要恶斗 反正我现在也输了嘛 那蔡英文的位置都不一样 可惜 董哥你也相信 我刚刚是狗飞火车啦 蔡英文都不会理我了 对啊 但蔡英文搞不好 想call in到我们这里来解释 但是 我建议他先打击总统府说 我要一张贵宾证 我要参加你的520 这样比较直接 马上回来 好开 省油 加4块 不只是March 1.5 New March 本月购车响高额灵利率 再加赠六年失窃险 其六年延长保固 对 我就是笨 每天挖那么多钱 大家收集给你 对 你就是笨 还不快去办 装滑电器月注33升级方案 把我收成热线 现在只要月桥192元 可递383元 再送我的热线通话免费 每天打都没负担 你是聪明 那你电话电话了吗 现在 行动 触动 情感动 Kid in touch 中华电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清倒啤酒 HOLA年终性 全关版3000送300 省荷包就趁现在哦 HOLA 您有痔疮困扰吗 科美诊所关心您 化合清澈 有天然碱性元素才能调整体质 购物三项验证挂拨紧 生命力减性元素海洋深沉水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买车 卖车 上网搜寻8891 And at the end of days Justice shall fall upon the world of men It has begun 暗黑破坏神3 PC版新军热卖 Diablo.com 对 我就是笨 每天花那么多钱 打手寄给你 对 你就是笨 还不愧去办装滑电信月注33升级方案 帮我上传热线 现在只要月缴192元 可递383元 再送我的热线通话免费 每天打都没出单 郑聪明 那你可以挂电话了吗 等待 行动 冲动 精感动 Keep in touch 中华电信 太阳饼老店金传先业 老板切心收摊 凶手近视 生意太好 上千亿半手里市场 凤利苏把柄做大 各个身价飙翻天 老店转型求生 拼创意也拼续航力 浴火重生股 成投资新标定 精彩内容请锁定周一至周五 上午11点 创富人生 兰州总统在这个礼拜天 520就准备就任他的第二届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风波这么大 他的频调又不高 然后外面很多人有很多动作 包括霸远他的 抗议他的 然后让他第二任他怎么做下去 他是不是真的这么违背民意 这么勾人员呢 习伟员 习伟员 来 慢慢的来回应各位 我在这里请教蔡委员 国民党在这个会期里面 有没有开过党团会议 有 很少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以前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 党团会议是非常频繁 现在是很少 现在很少 所以 这不是事实 国民党现在其实党团会议 其实是不张 在立法院里面的确 像蔡主席所讲的 是马英九亲自有 潜力跟孙宏利 潜力也跟孙宏娥 直接在立法院里面 跟我们党团协商 我是党团总召我知道 这个直接报到 马英九那边去协商的 所以不是尊重 国民党里面 那64席的立委 这个64席的立委 真的没有在国会里面 有民主的运作 所以我们可以这里看出 马英九他 让我们的民主严重的倒退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国民党现在连在立法院里面的党团运作 都只是那几个党边直接 没有党内民主 直接秉持马英 在指挥这些投票部队 所以使得他们在 美牛议题在投票的时候 他们没办法在党团会议说 我先去我会被罢免 因为我要这个 顾虑到人民的健康 所以我要投反对票 他们没有这个管道可以去投 全部都要听党中央的意思 党中央的意思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 蔡主席所指控 并非无死放地 那么油电双涨 我们不是反对 涨油价 电涨 涨电价 如果真的成本高 我们要涨就涨 我们是没有改革中有 中有的人事糊烂 年薪超过百万一半以上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有很多的绩效奖金 亏损还有绩效奖存 没有改革就涨电价 那么电呢 台电的弊病最近里面 一定会慢慢的看出来 看对民营电厂的 垢电的价格 以及核电6 核厂6跟螺酸 螺酸就一亿台币 一根没有多少钱就可以买得到 这种人事的浮烂 然后这一个民营电厂的利益输送 还有没有盈雨也分 这个绩效奖金等等 这些内部的绩效问题没有改革 就来涨电价 那么说330度以下 不会受影响我们里面不要反对 各位我们不能相怨 不能因为说我家没有涨到 我就不改革台电就没有我的事 这是我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问题 台电你没有改革 你涨电价就是不对 涨价就是改革的压力 我们要的就是你台电改革 成为有竞争力的企业以后 我们有一个合理的电价 我们企业才有竞争力 我们不能说 温厨3830都硬 我们占不到 所以我不会去要求台电改革 这是不对的政策 台电民营化 这是我们要走的一个路之一 怎么样呢 半民营化也就是说 台电本身不用民营化 没关系 但是民营电厂民营化 民营电厂民营化 我们不要再去盖电厂了 台电自己盖了电厂 成本一直追加很高 转包的工程款太过忽烂 我们让民营电厂来盖 用比价的方式来购电 也就是你们盖了民营电厂以后 用比价的方式 我想最便宜的来购买 这样的方式我们的店的来源就会比较价格低 台电跟他购买以后 卖给我们企业老百姓 我们就会比较有合理的店价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企业有竞争力 我们国家才有前途 那么2012有人讲2008说200没有012 跟我们现在讲说有没有2016有很大的差异 马英九总统可以做八年 没有一个人在前四年的时候 就把后四年砍掉了 但是他要做八年以后 我们不知道他八年做完以后 他不能够在联任第三任的时候 他会做出什么事情出来 这是我们要忘记 是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给习委员都讲都比较久 平良心讲 但是也应该 就是说因为他要讲的陈述比较完整 包括台电其实不是我们的议题 我们还是让他讲 就是说因为这个 跟国家的一个改革 跟油店长 马英九要被罢免的一个理由还是有关系 但是蔡委员 非常感谢习委员关心我们国民党党团 是否有和民主 我们国民党内部运作是否有妥当 如果有真的不妥当的地方 我们会努力去改进我们国民党内部的运作 但是有几点可能你不事实 我刚刚讲过 第一个我们党团大会 这个经常在开 前几天还一开开四个小时 陈中周南那边被这个国民党的 这个立法委员上去指在陈中 骂他的部会所长 这不是民主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的党团会议 有党干部会议 几乎是每一个礼拜的开两三次 这一大早 那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你想去就去 因为每次议题不一样 如果今天谈的别的议题 不是我专长的部分 我去坦白讲也意义不大 所以你放心都有重复的沟通 那再来就是说 那你作为一个党主席 他可不可以主动推动的政策 当然可以 所以党主席不能主动推动政策 你刚才讲说要问什么 各部位的组长科长问完了 再做决定 总统跳过所有的部位首长 跟科长组长来讨论 我觉得有点怪异的 那我也很赞同说 能够民典化尽量民典化 可是电厂民典化是谁开始的 李登辉 谁接续的 陈水扁 到了马英九没有任何个电厂 民典化新设立 今天台电买电买最贵的是谁 就当年李登辉跟陈水扁签好 因为今天台电用最高的价钱 跟他买的 如果是用这种李登辉式的 跟陈水扁式的民典电厂的话 那我看境界不明 那是一个标准的官商勾结的 典型的一个案例 那是怪马英九没有改革 你说怪马英九 怎么没有把那些绿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刀头都把它砍断 那如果可以 再来 我想不透就是说 改革对象是说 中油的薪资太高 那如果民进党或台电提案 把中油员工的薪水通通砍 他说我赞成有没有提 没有提 你竟然都不敢提 你也不敢谈 也不想要这个政策到底对不对 那你用这样来批评马英九 也没道理 因为人事有他一定的制度在那一边 那如果你民进党敢这样讲 台电敢这样讲 那我佩服你的勇气 佩服你的勇气 所以说 有没有真的很多台电 跟中油要改革的地方 当然是有 那可是你用这种肢结式的 就直接批评到总统 你也讲过 总统要管国家 大陆政策 总统要去管台电中油 那你不是陈中的事情吗 照你们说话陈中的事情吗 你怎么拿这个来怪马英九总统呢 所以这个逻辑是很矛盾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要怪马总统可以 千怪万怪都可以怪马英九 但是要怪的有点道理吧 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肖万长他很忧心 他说中日韩要签FTA 那台湾原来签的ECFA的优势 就会慢慢的流失 肖万长已经剩几天都要退休了 那其实他讲这个 是一个经济老兵 倚重心肠的讲话 好 回来我们来讨论 好 回来我们来讨论 邀请风同步登场 亚马哈 全新微却全面升级 全新微却苏格兰威士忌 一杯加一杯 好事更加倍 微却送你double杯中杯 518人力银行 找人又快又便宜 企业身材 现在买再送一个月 找人每个月只要1300 快上网搜寻518 早家人家做生活 早早6点就出门了 下午九十八个月 你会拿到你的车身站 走车时间等 到一时一起 到了 我没有介绍 来啦 我现在都喘急胃浮士帝 未时到逆流 急胃浮士帝 一定搞定 起来起来 即刻救援著座团队中金打造 入背中第五元素后 最新科幻动作巨线 5月18天外封锁线 给我两分十分 第二分是不在这里 喝過錢 陪你喝杯咖啡啊 怎麼了 你又胃食道逆流了嗎 最近工作壓力大 一緊張就胃痛 加班全靠咖啡提神 來吧 現在就用極胃服飾定 胃食道逆流 極胃服飾定 一定搞定 剛剛好 熱量就一百七八大糖 剛好 湯好濃 麵好Q Light也能好好吃 合卡廚房 義大利濃湯麵 Just like 只想聽見 費玉清 費玉清2012個人演唱會 中立高雄再加場 2012全新專輯預售中 請洽 07 780 9900 寬宏售票系統 自信魅力 靈活駕馭 日本原裝鏡頭 All New Suite 台灣Suzuki精靈汽車 考察 現在快回桿 茶香加甘甜 喝一口就有感覺 回桿升級 日式綠茶 喝茶 御茶園 太陽餅老店精傳歇業 老闆切心收攤 兇手近視 生意太好 上千億半手禮市場 鳳梨酥把餅做大 各個身價飆翻天 老店轉型求生 拼創意也拼續航力 浴火重生股成投資新標的 精彩內容請鎖定周一至周五 上午十一點 創富人生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麗瓦宴有一個霸免馬行九的行動 可是被封殺了馬行九今天任命的陳聰 機器任命 520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了 其實台灣 現在有非常多環馬的勢力 集結520 準備要上凱達格蘭大道 邱宴 我覺得基本上是這樣 蔡英文的公開信也不是一無是處 我覺得馬總統可能有些地方是要做調整的 我認為目前的方向是對的 目標也都是對的 陳內閣人讓人家放心嗎 對 但是有很多的做法 例如說 我覺得 例如像美牛的問題 大家一開始問馬總統 馬總統說沒有立場 美方沒有壓力 所以有很多人也不知道 他就提出自己的版本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馬總統要修正 不過也怪我那時候沒有去開中常會 我如果去開中常會 我就會逼馬總統把問題講得很清楚 你問題講清楚 大家知道有個方向 大家也知道說美牛的重要性在哪裡 象樁母艦意在配工 他重點不在美牛上面 他重點在我們跟美國的FTA 跟美國的FTA的重點在台灣 在國際不能被邊緣化 這是一個重點 所以今天夏萬常也非常的擔心 就是說台灣不要被邊緣化 那我們過去簽了ECFA的優勢 是不是都沒有了 我們簽ECFA其實 就品項來講只佔6% 就貿易額來講只佔16% 現在的早熟清單其實是非常非常少的 但我覺得其實馬城體制在過去這三個月 你說沒有缺點當然缺點非常的多 很多人都可以講一套 重點是馬英九跟陳聰 你們自己知不知道你們自己的缺點 如果你們知道自己的缺點 然後在未來的這個歲月裡頭改善的話 我覺得以你們的專業 是有辦法可以做出一番成績的 我不去談什麼黨團內部立法院什麼 我都不去談這些 我只告訴你民眾現在望智心切 要趕快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就是唯一的一條路 因為這才是投票給你的人的期待 對啊 那再也要 今年1月2月只佔6.31 所以我們出口到中國的比例佔中國的進口越來越低 所以為什麼 因為我們去那邊投資取代對台灣進口 那麼現在ECFA早期清單給我們一點點好處 在我們簽訂ECFA以後韓國人跟進 韓國人跟進以後日本人也要跟進 完全抵銷了以後ECFA的好處 一點點的好處也被沖掉了 現在正在壞處 壞處就是台灣的產業大量到中國去投資 空洞化以後我們人民在這裡失業 我們現在薪資下降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 我想習遠講的可能剛好跟事實都顛倒相反 的確 我們台灣出口到中國大陸的比重下降 但是金額是增加的 那為什麼比重 因為中國大陸對全世界開放市場 對現在進口量增加了 那我們相對的比重沒有增加那麼多 就是我們要努力的 人家市場越開越大 那我們雖然增加了 可是我們沒有增加那麼多 那關鍵的問題是說 那台灣到中國大陸投資 有沒有因為簽了ECFA而投資金額價倍 沒有 是減少耶 但是反正在減少當中我想 我們這個很客觀的 可以從很多書記看得出來 我們從投審會的資料 登記去年 沒有 剛好相買 2009年61美金 2010年剛好122.2 去年134美金 總是加倍 今天國民黨開中三會報 馬總統 馬主席 就針對中日韓 馬英九說要嚴肅面對 馬總統 嚴肅面對是蔡英文的台詞 你怎麼可以跟著講嚴肅面對 董哥你講那個優勢 我的觀念跟許忠信委員比較接近 是不應該用這個當優勢 自由貿易就是公平競爭 因為我跟妳有簽ECFA 所以我比較佔優勢 你中國跟日本 中國跟韓國 他們三腳牽了之後 本來就應該公平競爭 難道我們要靠這張力過一輩子嗎 對啊 馬上就不一定會用蔡英文的語言 因為蔡英文還有一句語言 很有名 你們天天修理我罵我 你們要四可而止 不過我可不可以補充一句 韓國現在跟歐盟跟東協跟美國簽了FTA 他們相對於我們就是有優勢了 對啊 其實台灣520我們還要在C號 或者我們也要給馬總統強烈的監督 今天謝謝你收看 接下來新聞也怎麼會 我根本沒講完 我根本沒講完